在這個文章當中,事實上這個文章裡面 我最重要的想跟各位介紹的是來自於說 道德脫離 這樣子的觀念之下的時候 它最常見的一些方法 那新的問題出來了 什麼叫做道德脫離 我們為什麼會有道德脫離這樣子的行為 就你們來講的時候 道德脫離是我們人 自動發生,刻意發生的一件事情 還是我們不自覺發生的事情 好,我們調查一下好了 覺得是不自覺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不可不可以按 對不起 不自覺的人請你按1 自覺的人請你按2 現在開始 不自覺的請你按1 自覺的請你按2 好,可以 一個半喔 好,比較少的是自覺的是不是 覺得是自覺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為什麼你覺得是自覺的 刻意的 所以你覺得我本來就知道這個事情是不對的 所以我才做下去的 所以你覺得我本來就知道這個事情是不對的 所以我才做下去的 然後就有很多人也說到說 這樣子我們可以用盜版的 因為可以增加大家的福祉 那我後來想一想 我其實也是這樣子想 那那個就是第一個 那個篇文裡面說可以增加大家福祉 所以就可以這樣子做 但是我不知道有這件事情之前 我還是就是 就是這樣子想 這樣子可以這樣子做 但我後來也知道有八種 所以你覺得可能只是在我們的思緒過程當中 會經歷到的一個過程 我並不是刻意的拿它來說服我自己 但我也不知道 這個念頭都怎麼樣浮上來了 就是讓你形成說 你覺得那樣可以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不自覺的 這樣子行 OK好 其實到底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 兩種可能性 我會覺得都存在 都存在的原因是來自於說 一方面來講很多的時候 我們在做很多的決策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大部分的決策 都是 怎麼講 都是沒有經過仔細思考的 就在下禮拜的 paper 當中 你們會看到 System 1 跟 System 2 這樣子的概念 大部分的行為來講 我們是依照我們的一個直覺來做判斷 在那個直覺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會不小心跳出某些的想法 去告訴我們說我們該怎麼做 而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它不見得是我為了要把我們的行為做導正 這樣子合理化的方法來做出來的 但是到了某些時候的時候 我們陷入到嚴謹的掙扎 進入到 System 2 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時候 我們會用到類似像這樣子的技巧來告訴我們 這個是對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來看一下 可能跟倫理無關 有沒有人一到考試前的時候 特別喜歡整理家裡的 有 有沒有這樣的同學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能不能告訴我 為什麼在考試前你們就很想整理家裡 就在那個當下就會覺得 要在家裡讀書了 然後 站在桌子前或坐在桌子前的時候 發現 有點亂欸 我覺得整理一下 做得乾淨一定要讀起來會比較舒服 就開始整理了 所以 整理完就差不多要休息了 好 這種經驗 我覺得大部分同學都有碰到過像這樣子的經驗 你覺得你是刻意找藉口讓自己先不要看書的 還是你無意間就發生這種事情的 好 有沒有注意到 那 就是對於某些人來講 他可能是 他自覺就是 就變成習慣性了 就會有這樣子的動作 而對於某些人來講 其實 他自己默默的心裡面知道 我該念書了 可是我就是打死不想念 我就要找一些藉口 來合法化我自己不想念 這樣子的一種動作 那 在這裡面來講的時候 Moral Disengagement來講 他也會有一些類似像這樣子的效果 請跳到下一頁 那我們現在簡單講一下這個部分的東西 他最早其實是來自於說 有一個心理學家在194幾年的樣子 他那時候所發展出來的一個東西 他認為說 我們傳統上面認為說 大人特別是成年人來講 我們應該都有自我控制的能力 例如像 好 有沒有人走在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在登山的時候 你忍不住想上廁所 然後就在旁邊想辦法自我解放 有沒有人 會在城市當中 忍不住上廁所 就自我解放的 這個經驗應該少多了 對不對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差別 什麼時候解放 對於大部分人來講 我不敢說完全可以控制 但是至少是大部分可以控制的 所以當我刻意要控制這個東西的時候 正常來講我控制得了 除非生理的那種 urge 非常非常的強烈 從這樣子來看的時候 人是有自我控制的能力的 但是這個心情學家告訴我們的事情是說 事實上我們並不見得 什麼時候我都可以自我控制 特別是在某些議題之下的時候 這些自我控制的能力 是我必須要發現到 在這事情當中 我可能必須要做某些程度的控制 那類似的例子來講其實有蠻多的 例如像不只是大道德這個部分的問題 這邊有沒有人有抽煙的 對於有抽煙的人來講的時候 我沒有再說你不要緊張 因為說我想做好人的時候 通常來講你就是壞人 對於抽煙的人來講 大部分抽煙的人 他都會 大部分抽煙的人都知道說抽煙對身體不好 甚至有這麼多的數字都告訴他 抽煙對身體不好 你問他們會不會抽 還是會 這時候你就會聽到各式各樣的一些說法 常聽到的說法之一是 對啊抽煙的確對身體不好 但抽煙我不會爽 與其 與其這樣怎麼快樂都沒有 就這樣死掉的話 不如有點快樂早點死 這樣我比較開心 或者某些人會說 其實並不是所有抽煙的人 都會得病 甚至我們看到很多年紀活得很長的人 他一樣有在抽煙 而且都一樣好好的活下來 所以我應該不是那麼倒霉的那個人吧 我相信我一路都很幸運 所以你就會生出各式各樣不大一樣的一個理由 來說服你自己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或許可以說 那是來自於一種 叫做自我的一種說服的東西 那我們拉過來看另外一種東西好了 有沒有人覺得自己該結實的 我 我 我都忍不住 點超過兩百 對 有沒有注意到這種例子 很多時候你就是忍不住 你明明知道你今天不該吃那麼多的東西 但是你就是忍不住 或者說 我明明就知道我不該吃甜食 但是看到巧克力之後 就是忍不住 對 就是忍不住 就這麼簡單 在這種情形之下 除非有很強的趨力在旁邊二組 二組的你說 對不起你要控制這個東西 否則的話 你的直覺反應 就會取代掉你的一個自我控制的能力了 所以在這裡面 在談的部分來講的時候 是把這個東西 放到道德的這個機制之下 事實上也跟下禮拜 我們提到過的 System 1跟System 2的Thinking一樣 在很多我們直覺上的時候 當我無法去 或者沒有用到System 2的Thinking的時候 我會很不自覺的 產生出來一些 把我自己的一些標準暫時給放開 來幫助我們去合理化 我們現在在做這些事情當中的一些行為 並且去甚至在很多的時候 透過這樣子的機制 來避免我們 不斷地在做各種的掙扎的活動 因為很多的東西來講的時候是 我們勢必得 一定要馬上下決策 我們有猶豫的空間 在某些程度上面來講 這是一種我們自然的一種活動 我要先強調一件事情 它沒有對跟不對 它就是一種很自然的機制 看到下一頁 那這裡面來講 當然剛剛在文章裡面 已經曾經介紹過說 各式各樣的一些 這種所謂的一個 moral disengagement 的一些 case 那我想在文章裡面的 第一頁 星巴克的例子當中 它成功地把 到底這種事情 是怎麼樣發生在 我們生活周遭 給呈現出來的 那我也相信 大部分的人 可能都有過類似 像這樣子的例子 來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 來看 你們在外面住旅館的時候 有沒有人曾經 把裡面的洗髮精 牙刷 光胡刀帶走的 有喔 一定啊 有喔 你會不會覺得你在偷東西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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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嗎 有喔 好 來 有沒有人在你住的旅館當中 把他的那個 呃 台燈幹走的 好 那今天的問題出來囉 為什麼台燈不能幹走 可是那個沐浴乳 我可以幹走 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應該是那個東西 那個物品的大小跟價值 當你心裡有個很難 你覺得這個對 這個對魚館來說 就是很便宜 很小的東西 而且你拿走 你比較過文背 才用洗髮精 洗髮精用完後不見 你吃彩精用完後不見 你吃彩精用完後不見 然後一直在 洗髮精用完就沒有瓶子啦 瓶子應該留在裡面啊 沒有啊 連瓶子都伸走了 一包一包 喔 OK 那你在垃圾桶看得到屍體啊 那本身都是要丟掉問題 因為它冠學問題 所以是比較低個人 然後如果 放在那 因為它就是小罐一小罐 然後你用不完它 你放在那邊 好 這種叫做什麼技巧 看你怎麼解讀它 其實都是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在做類似像這樣子的事情 我現在最喜歡舉的例子是另外一個例子 來 有沒有人曾經那個 你那天流鼻涕 或者你沒有帶面紙 然後你待會兒要吃東西 好 例如像 你明明沒有帶面紙 可是待會兒你要去吃 待會兒有人把炸雞買來放在教室裡面 你要吃一口那個炸雞 為了擦那個手 你把廁所的衛生紙幹走的 有沒有這樣子的經驗 廁所的衛生紙是幹嘛的 擦手 擦手 在哪裡擦手的 那你怎麼會把它從廁所裡面拿出來呢 有人那時候做那種事情會覺得罪惡嗎 會啊 你們這時候覺得恰恰好 很正常 好 那我換另外一種場景 你今天進過廁所 廁所旁邊有的阿姨 會在那邊把一些備用的衛生紙放在那個地方 你走歪魚之後發現了一件事情 待會兒 對不起 我今天拉肚子 待會兒去哪邊上廁所不知道 我可能去了廁所 你要知道 全中山大學 唯一有附衛生紙的地方好像是有館院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你生怕你待會兒 跑到圖書館念書 念到一半想大便的時候 你只能用手來擦 所以你決定 把在外面旁邊放著 準備替換裡面的廁紙拿走 這樣子行不行 那你怎麼辦 進廁所裡面 把高達裡面的衛生紙幹走 而不是把旁邊的幹走 大部分的選擇可能是像那個樣子 在那過程當中代表的事情是說 你可能或多或少的 開始去合理化自己的動作了 還有在想的事情是說 廁所的衛生紙本來是這樣用的 但是放在旁邊架上的衛生紙 就是不能夠這樣子來用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每個人 都在行使我們自我控制的過程當中 進行了或多或少 我們可能有意識或者沒有意識 這樣的一些判斷的部分 跳到下一頁 那這裡面來講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是來自於說是好 那麼到底我們 所謂的一個 道德脫離這樣子的行為來講 它會不會隨著時間來改變 會不會隨著我們個人的一些行為來改變 在文章裡面他有提到過一些各式各樣的一些因素 因為像在個人層次當中的時候 可能受到的是來自於說好 你個人的一些那種全謀的主義 你個人的一些特徵 或者是來自於說 你對於說外部控制的部分 還有一些所謂的道德的一些相對的一些程度等等 同樣的 它可能也會跟其他的一些我們個人的認知的部分有些關係 例如像 你是不是理想主義者 你對於你自己的一個道德的形象當中的一個判斷 那麼你是否具備一些對他的同理心等等 這些個人的因素來講 它也會去影響到所謂的一個 我們是否容易發生到這種所謂的一個道德脫離的形形 跳到下一頁 好 那通常來講呢 我們通常來講 這些道德脫離的情境來講 我們是在某些的情境之下 可能會觸發出來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麼通常來講的時候 隨著道德脫離這個行為 它跟環境的一個存在有關 我們可能因為環境上面出現了某些事情之後 會使得我們刻意的去想辦法說服 或者合理化我們自己的一些行為 那再來一件事情是說 在很多時候 那麼這種情境之下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避免掉這個部分呢 首先可能是說 例如像 我們能夠透過參與目標設定的部分當中 來降低掉我們道德脫離的一個行為 那會進行到像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會有兩種可能的原因 第一種原因是來自於說 很多道德脫離的行為 事實上跟所謂的 goal setting的 process會有關係的 好 再來問一下 考管理學進來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 喔 來 傳統的 goal setting怎麼進行的 傳統的 goal setting怎麼進行的 在管理學裡面 傳統的目標設定怎麼進行的 高階經理 高階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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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傳統的 goal setting 在這種情形之下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很好解釋一下 很好解釋一下 還有誰可以幫忙解釋一下 傳統的 goal setting的概念裡面 傳統的 goal setting概念之下 它最大的一個問題 以及挑戰到的是 你中階經理人當中的一個溝通 和解讀的能力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像我今天是 台積電 我們要繼續的 讓我們可以繼續創造 更好的一個營收 更好的一個營收的表現 台積電我們這家公司來講 我希望能夠創造 更好的一些那種 叫做股東的報酬率 我先這樣子來講 對於中階的經理人來講 他可能就會把它解讀成 喔 所以 所以 我看上去就會解讀說 要做報酬率對不對 那什麼叫報酬率 可能下面的人聽不懂 我可能就會跟下面的人說 我們應該想辦法多賺一點錢 然後呢 在一些經理人 可能聽到完這句話之後 就會把它解讀成說 嗯 要多賺一點錢 所以這個錢 所以今年的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profit 的部分 可能變成我的 KPI 了 那變成 KPI 之後 我要怎麼達到 KPI 呢 KPI 自然是利潤的話 利潤一定是 就是營收 加上營收減掉成本 這個部分嘛 那 營收的部分 給誰控制的 給客人控制對不對 客人爽 下單才會下單 那我唯一可以控制的東西 叫什麼 就是成本 所以我可能就會說好 我們要盡量的 想辦法來降低成本 這樣子我們才有可能 創造更好的一個利潤 這下面那個 下面的那個 採購階層呢 可能就在想說 喔 我要降低成本 成本我要怎麼降低呢 那很簡單嘛 我就盡量的殺價 叫我的客人 叫我的供應商 賣東西賣便宜給我一點 供應商可能會說 可是這個比較便宜的 會壞喔 那 採購的人怎麼辦 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喔 壞了沒關係 壞了沒關係 上面給我的 KPI 叫做說 成本越低越好 所以呢 我就把那個成本弄下來 到了最後 前面生產出來的東西 變成說是 欸 是一堆所謂的一個 品質很差 很爛的東西 到最後 我的獲利也不會出現 報酬率也不會出現 所以它很有可能會發生 像這樣的一種誤差 那為了避免這樣誤差的時候 有一種方式其實是說 我讓下層的人 就可以共同參與在 所謂的一個 goal setting的一個過程 利用像這樣子的方式 來避免掉 這種每一層制定 KPI 下來之後 的一種不斷的扭曲 而讓下面會因為 在這些扭曲的行為之下 而做出了一些道德脫離的行為 然後 另外一點呢 則是來自於說好 在什麼行為之下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會發生一些 道德脫離的行為呢 通常來講 對於當事人而言 當我覺得焦慮 或者不安全的時候 我很容易發生出 這樣道德脫離的一種行為 那什麼意思呢 好 例子太多了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來 有作弊過的人請舉手 好 作弊的時候 你都怎麼告訴你自己的 沒辦法被當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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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在考試的時候你要作弊 沒讀 為什麼沒讀這件事情會讓你那麼害怕 怕被盪 對 因為你有考試的壓力在 你會怕被盪 所以你只好用這樣子的手段來解決 或者說 操作業這個東西來講好了 你們 貴班到目前為止 被人家抓過超級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你們的老師說你在抄作業的 還沒有喔 這個班級的 這個班級的 學術倫理水準這麼高喔 我連省Paper都會省到別人用抄的 你不知道嗎 我連省Paper都有省到過說 百分之五十幾是用抄的 我是在省Paper欸 拜託 好 好 在抄作業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 我以前覺得很痛恨別人抄作業 我後來還發現一件事情 我不能夠單純以別人是不是有一樣的字眼 就說他是刻意抄的 因為後來我才知道一件事情是說 特別是寫英文的時候 有一些人他會因為說 我覺得我自己英文程度不夠 寫不出那樣子的句子 所以我看到別人的句子寫得不錯的時候 我就把它給借過來使用 有的人使用像這樣子的方式用過來 或者是說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在這個行為 就是操襲 他覺得我只是在合法的飲用等等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他的確有可能會有像這樣子的情形之下發生 那為什麼會驅動他變成 像我剛舉出來說 為什麼會驅動他直接引用別人的話來講呢 那是因為他會擔心自己的東西寫得不夠好 所謂的一種 anxious或者是所謂的一種 insecure這樣子的方式 他需要表現比較好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驅使他產生一些 moral disengagement這樣子的狀況 那拉到管理層面來講的話 什麼時候我們會有 insecure或者anxious這樣子的形形出現 對一個學生來講 什麼時候你們會有不安全感出現 報告做不出來 還有呢 書讀不完 書讀不完 好 還有呢 怕考試考不好 等等 一堆像這樣子的問題 他就會間接的造成了 你所謂的一種 這種所謂的anxious或者insecure的 這樣子的狀況 進而去產生一些 你可能有需要去做一些 一些對於你要做的事情當中 做一些權衡這樣子的地步 那把類似的例子一樣的時候 如果我們拉到企業的場景裡面 來看的時候 會有什麼影響 如果你記得的話 上禮拜我們不是問到一個問題 如果你今天 我不知道有沒有問到這個問題 對不起 如果你今天是上禮拜影片裡面的 那個sales來講的時候 你要不要把你的東西賣給別人 從影片裡面來看的時候 可能那個sales跟某些人來講 是有交易的 甚至是交易很久 只是好朋友的 可是他一樣面對到的決策事情是說 我要不要這樣子來賣 為什麼呢 因為在那個行程之下的時候 他被上面用獎金的方式逼著你 一定要做 不做的話可能會怎樣 所以在這種過程當中的時候 就把它put到了一個 這種所謂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公司的報酬機制 或者懲罰機制之類的東西來講 如果在沒有設定妥當的情形之下 它是會間接的造成員工會產生一些 這種所謂的一個 道德脫離現象的一種可能的情境 好 請跳到下一頁 那這邊來講 當然就有在講一些 像是所謂的一個 文章裡面講到的 到底是process 還是一個所謂的deposition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個部分來講 我想 中介變數跟調節變數的概念 你們應該 大部分的人可能會蠻清楚的 所以我想 不需要再做特別的說明了吧 這個地方 好 再跳到下一頁 那 最後這邊有提出來一個東西 事情上市來自於說是 在很多的時候來講 我們個人是可以刻意的來檢視一下 我們自己是不是有做出一些 自己是不是不小心 來犯了一些所謂的一個 道德脫離這樣子的現象 所以可以問自己以下的這些問題當中 來做些檢視 那我想是這篇文章當中 它最主要的一個部分 好 到這裡為止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再來做帶你上課的部分 因為待會想一次把個案 直接討論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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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